各位,今天是重陽節 香港也在幾天內送走了兩個 可以說是創了香港很多歷史紀錄的兩個颱風 什麼歷史紀錄呢? 首先兩個颱風其實都是距離香港比較遠的 而且他們從來從形成開始到靠近到8號風球 從來都沒有一個跡象會是正面侵襲 或者是靠近香港的跡象都是沒有的 但是因為他們的風力實在太強勁 再加上跟這個東北季後風相見合璧 以至到我們感受到的風力是很強的 就要掛8號風球了 獅子山是創了紀錄的上週末的獅子山 香港掛8號風球的時候其實它距離我們是有560公里那麼遠 如果普通的情況之下其實應該只是一個3號風球而已 何況它從形成開始到它一直受命的那幾天都是在海南部附近的一帶 可以說跟香港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因為它跟東北季後風合在一起 以致它的風力很強勁 另外原規其實它最近我們的時候也都距離我們是350公里那麼遠 在我們距離350公里外略過 也都是一般的情況之下 如果是一個普通的颱風都只是值一個3號風球而已 但是它的風力實在是很強勁的 它的環流是很巨大 它的裂風圈的半徑好像是有440公里 強風圈的半徑甚至是去到1,000公里 就是整個南中國海被它霸佔了 你可以想像就是 就是我在想像假如這個風 就是原規是正面侵襲我們 或者是走近一點的話 就是我們不堪設想 我們也可以想像在它登陸的海南島附近那一帶 就是破壞一定是很嚴重 一定是那個情況是很淒慘的 不過在這裡說多一句 就是我講的颱風的環流是環流 不是環流 就是一個一個環的環流 大家看這幅圖就是環流 就是這樣的意思 一個一個環的那個cyclon的環流 但是現在很多人我看到都寫錯 或者打錯 就以為是環流 這個其實應該就是懶陰的影響 有些人就橫環不分 說打橫行他們就會說打橫行 橫環不分的時候就變成 環流就變成了環流 其實應該就是環流 是中環上環西環那個環 一環環相扣那個環 兩個颱風除了距離香港很遠之外 其實也是相對是比較遲例的風暴 當然10月是香港的風季 都還是 但是始終都是一個季尾 而在香港今年 其實從來我們的風季的黃金時間 7、8月那些時候 從來沒有打過風的 大家記不記得 從來沒有真正打過風 就是打過一下3號風球 但是那些我們界定不是真的叫打風的 是吧 到了10月9日才第一次掛8號 就是因為獅子山的原因 而且獅子山還搞到天文台6次彈攻守 就是預報它的下坡時間 是一路一路退遲 本來就說當日星期六的9號 中午了就會下坡了 誰知道就一路退退退退 搞到是星期日的凌晨時份 才改掛3號風球 就是這個有些人就說 天文台這麼差的 我就覺得其實不是天文台差 而是反映出風暴的頑強 和風暴的天氣的不可預測 還有一個就真的是一個歷史紀錄 就是兩次的8號風球 就是落波和另外一個的掛風球之間 其實相隔只是60個小時40分鐘 6小時40分鐘 就是多久呢? 兩日半 兩日半這麼長 24加24加12 兩日半之間就掛兩次的8號風球 這個就真的肯定是歷史上最近的 兩次8號風球 而圓規的8號風球 就懸掛了超過23個小時 這個在香港的紀錄上面 據說是第五場 另外有一個就是關於潮水的紀錄 就是很多人就會留意著 譬如恆花村 這個什麼叫做鯉魚門 就是恆花村對岸 鯉魚門的 其實是香港東面那個 鯉魚門海峽兩岸的那些潮水的狀況 有沒有水浸 但原來這次在西貢的大廈灣 那個水位是曾經比正常高出3.82公尺 俗稱很多人說3.82米 這個高度就比2017年的超級颶風 是天急的紀錄更加厲害 3.82公尺究竟是什麼概念什麼玩法呢? 就是你想像一下香港一般的華人的男性 就如果1.8、1.7公尺之間的高度 身高都算是不矮的 不是特別高的 但是都算是一般的身材的身高 1.9公尺算是一個高高的 不是少少的 即是簡直都是高佬 你想像一下就3.82公尺就是2個1.9公尺高的高佬 騎駁馬這樣搭在一起 跌羅漢 你說其實真的很厲害 數字就不斷說出來就有點冰冷 但是這些其實都是反常的氣候現象 是全球氣候變化的一些表徵 即是上兩個星期 我們剛剛才跟大家說過這個問題 就是新一代 即是現在是剛剛出生 或者處於他童年幼年的一些小朋友 在他們的一生裏面 他們經歷了 他們會經歷的極端的天氣 會是更加多和更加極端 但是言由在意 話口未完 我們香港人就一起經歷 連續兩轉的這樣的極端天氣 那個極端不是說這兩個氣候 就是我們感受到的颱風特別厲害 而是正如我剛剛所說的就是 他們其實是距離我們很遠的兩個颱風 但是那個威力都波及我們 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後 其實兩個颱風距離我們這麼遠的颱風 都各自分別造成我們一個人死亡 很多人受傷 原規更加造成很多宗 有超過70宗的嵌樹 現在我們經常都在說幾年一遇這些情況 在說一些罕見的極端的天氣 但是這些這樣的現象 差不多可以肯定是會越來越頻密地發生 超強而且不正常的風暴 譬如遲例呢 譬如是好像這次這樣 是遙距這樣吹襲我們 是一定會更加多發生的 將來還有突如其來的超級暴雨 譬如好像上星期五的 就是變幻莫測的紅雨黑雨 亦都是會越來越多 這是很肯定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一些新聞 就是中國的山西省在10月初的時候 就是剛剛過了那兩個星期 亦都發生了極度嚴重的水災 是比8月的時候河南鄭州的水災更加嚴重的 據說是有百多萬人受災在等候救援 不過我們就好像所知不多 而另一邊 地球的另一邊 英國近日也有人發出了一個正式的研究報告 就指出英格蘭遲早都會出現 好像8月的時候德國和整個歐洲 那種那麼大規模的大洪水 好像羅亞方舟要來之前的日子 那種的大洪水 他們就認為英國政府和民間 都應該要微語籌謬 當然英國的報告不會用這個中文的成語 這個是我說的 但他們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麼我們又怎麼樣呢 當極端的氣候的災難性的天氣狀況 未曾來到之前 我們未與籌謬 有沒有什麼是可以做的呢 面對著這些極端的天氣 我們整個社會可以怎麼做 可以做些什麼呢 首先我覺得亡羊保勞的 其實可能也是比較簡單可以做的 就是天文台和政府機關 我麻煩你們呼籲他們考慮一下 就是改良天氣那個預警的機制 譬如舉了幾個例子 譬如暴雨和雷暴警告 現在就令到很多市民其實就很迷惘的 很多人都說了 上個星期五的經驗就是 哇 下雨下到這樣都還沒有紅雨 還沒有黑雨 或者說什麼紅雨 不是很大雨而已 就是常常都有這些情況出現的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不同區域裏面的 雷暴和暴雨的狀況 其實那個差異可以很大 那麼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是做得到 就是考慮發一些分區的暴雨和雷暴警告 就是不用分得太仔細的 就不用好像區議會那樣分到19區 而是譬如大致的分區 我們現在都有新界北的水浸報告 那是不是可以分分新界北區 新界東、新界西、港九市區 或者離島的這樣的暴雨和雷暴警告呢 那可能已經很足夠幫到很多人 還有就是颱風 那颱風的預報和報告呢 其實我覺得天文台現在就已經做得很好 很多人在那裡狂插天文台 打到風都有人狂插的 其實只不過因為我們太過著意 太過喜歡打風 太過著緊 什麼時候掛風球而已 但是畢竟怎樣都好 天文台我覺得呢 就是在他很優秀的預報的能力之下呢 當他報告和當他預警的時候呢 發出預警的時候呢 可不可以加多一點點內容 給市民了解多一點整個脈絡 整個 context是怎樣 令到我們明白多一點呢 那今次在圓規期間呢 天文台我覺得就做得是比較好的 那希望呢 都保持下去 我們再做得更好一點 那還有就是貴後風 我想我們在歷史經驗裡面 就是起碼我的主觀經驗裡面呢 就很罕有遇到是颱風 就是熱帶氣旋 和東北貴後風呢 是合在一起去襲擊我們 而我們對於貴後風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一般市民呢 就很掉以輕心 哦 貴後風啊 是啊 挺猛風啊 就是這樣 是啊 涼了一點啊 就是這樣 但是上個星期五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哇 為什麼大風得這麼厲害 都不打八號風球啊 都不掛颱風啊 其實就是因為那時候 有紅雨黑雨 再加上東北貴後風的警告 我們對東北貴後風沒有什麼概念 如果天文台好像紅雨黑雨那樣 或者好像颱風那樣 對這些的貴後風 都加一些的分級 那可能就是 我們一般小市民那種的警覺性呢 是有機會是有幫助 是會提高一些的 還有呢 就不關打風事的 就不關下雨事的 就是溫度和濕度 其實可不可以 就是加上一個體感的報告在裡面呢 就是譬如天文台很多時候就說 現在氣溫是攝氏29度的 29度攝氏室外氣溫 其實就不是很高的 不是真的很熱的 如果獨立起來看 但是假如它加上 原來濕度是99%的 那就會熱死人的 立到就是瘋了 是不是 可不可以呢 就是這兩個因素加起來呢 天文台提供了一個 是估計的體感 讓我們知道呢 原來雖然溫度不是很高 但是那個 滿熱的感覺是很強的 就是我們身體的感覺 是會很差的 還有呢 就是 其他的語言的警示 就是其實 我們 很多首語的群體 現在有數十萬的 菲律賓、印尼等等 這些外語的群體 在我們的社會一起生活 就是這些在其他文化裡面 長大的群體呢 我發覺他們未必能夠明白 我們什麼所謂黑語、八號 這些這些術語 可不可以有比較豐富一些 多一些的 這些外語 以及手語的 這樣的警示 讓他們明白多一些些呢 好了 剛才說的這些 是一些短線 其實是不難做到的 我自己相信 長線一點 就是在基礎的建設上面 就都預計了這些 災難級的天氣高高的情況 其實香港在近幾十年 都曾經做過這件事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年紀 以及記憶的話 你可能會記得以前 就是在九十年代之前 其實九龍市區 經常都水災、水浸 一落下大雨 就浸到威靈斯 但是後來就是因為在九十年代的時候 政府就在九龍的西北邊 市區的西北邊 就是建設了一個很大的工程 在地底那裡 就設置了一個 非常巨型的排行系統 所以在過去 超過二十五年 九龍市區 是沒有再發生過 真正嚴重的水浸的事件 我們是不是都應該在我們未來的基建 都考慮這些極端天氣的情況呢 當然還有就是我覺得更加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長遠的 長遠的當然就是我們整個社會 包括我們的政府 包括我們民間的社會 都要重新去思考 去辯論一下 去想真一下 反思一下 我們整個社會的經濟模式 我們的都市規劃的方向 以及我們整體的生活方式 我們究竟要一些怎樣的生活方式呢 這件事是很重要 而且應該是全民都要參與 而不是某某一兩個人 突然間說自己 有些有些有趣的想法就爆出來 然後還沾沾自喜地說 現在沒有人阻礙到他 那就可以不停去 就不可以不停去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我不看到這些事情 就是負責管理我們的政府的人 和他們背後的人 似乎都未曾有真正去面對這些 全世界都要面對的危機 相反還在說一些很離地的 九霄魂外的 九霄京魂式的 弘圖大計的所謂 那頭就說要大規模填海 建設什麼明日什麼什麼 這頭就要建設所謂的什麼北部都會 假如萬一真是城市的話 或者不要說城市 真是去上馬去開始做的話 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當然就是在這些地區生活的野生生物 以至我們和鄰近的整個生態系統 不單是香港 香港鄰近地區 就是現在所說的大灣區的整個生態系統 都受到考驗都受到挑戰 都受到破壞的 然後最終的 最終受害的 就是我們在這些地區生活的人 在哪有的 阿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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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